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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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樣子一定認得他 2016年版的大霸王 我們今天不試車 只是純粹講車 為什麼不試呢 因為它和2013版的 波箱的2.4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根本上 沒有什麼試的必要 反而看看它到底還要出 最美期的版本 可以有什麼變化 外觀上先說 車頭一看下去 很有Sienta的影子 就算不懂車都好 看多一會都會認得 肯定是同一個廠的 尤其是這兩條燈 這裡的連接性 以及這眼燈的設計 其實很接近 我們看看車尾 來到車尾後面 這眼尾燈 其實它的做法 有點像 前期中期 即是06年和10年的版本 尾燈這裡 凸起了一點點 這個幅度更大 再凸出來一點 還有裡面 紅白的分隔位 就更加有立體感 尾翼沒有什麼分別 後面下面也沒有什麼分別 是這裡 變成全部都是用了電腦 其他的本身是同車身 一樣的 好 先看看車頭 好 先看看車頭 好了 說完車的外面 進來前排座位 這裡先說一下 這裡 變動都比較大 當然大致上都差不多 好 帶的全部都是細節位 例如這裡這些 全部已經變成真皮的包裝 這個Panel 由以往7吋的size 變成現在9吋 妥色這一部是沒有營光屏的 為什麼呢 就是進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些機器 或者沒有了某些背置的話 希望令到車價可以進一步降低 其實對消費者來說 是好事 這裡整個Panel都變成了 變成輕觸式 之前那些就不是了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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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整個搬感是高級了很多 這裡反而就是最不好的地方 它之前有一個儲物的位置 空間比較大 現在就只剩下這裡了 少少 拿少許東西 而引擎的開關鍵 搬到這邊 軚盤 也變成豐田大部分新款的三幅式 按鈕全部都在這些位置 很方便 其他大致上都差不多 還有 還有 最重要的是這個 新加的 就是距離煞車感應 即是說 現在很多時候那些叫做 追撞空支 或者是自動幫你減速 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新加的設備 以前的大部分全部都是沒有的 還有這個 這個馬鞍 可以前後也有一個按鈕 拉起它 可以停到中排 方便這個Foodwork 好 我們又去中排看看 看看是甚麼變化 好了 講完頭排 補回一些資料 首先 前面車頭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標板 其實標板的設計會更加立體 因為之前那些是一個LED 這樣就算 頭射式標板 現在它會有一個CD螢幕 還有一些立體裝飾 感覺上有點像零字 還有彈的地方就是它沒有空氣清新機 原本的其實有些選擇是有的 好了 說回中排 中排的變化就更少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 可能是半鏡尾座椅 然後中排的手枕可以推到這邊 其他大致上都沒有甚麼分別 後座一樣可以反彈到車地台上 我們現在過去試試 先看看 走到車尾 大白王最吸引人的地方 當然是尾座位 可以收納在車底下 令到中排的座位更加寬 我現在試一次 你說整個過程是不是很久 是不是很麻煩 而且以前有些版本 是不可以做這個動作的 現在應該相信全部都是 唯一這裡不是那麼漂亮 可能只差一些地毯 這些好小事 絕對可以配合 好了 其實總括一下 它這架新款 叫做2016版的大白王 它最初出的時候 說有公佈會出 其實有經有起的 不開心的地方 這架是為何出了十幾年 都還未出去轉款 另外 開心的地方就是 一路繼續還有得玩 這架還是同一個款 只不過是前中 中後和 美期 還可以變動 但是其實不難去理解 為什麼大白王 還不去轉一個新款 你換得新款的車的時候 當然很多設備上 規格上 空間上 操控馬力 全部都希望可以提升一下 但是再去升級的話 就會跟Alpha 非常接近 跟自己左手打右手 都沒有什麼分別 反而就是 自己作為用家 身邊有很多朋友 去駕駛這個大白王 用完 反而很難回頭 都不知道再去轉什麼車 它又好駕駛 還有最棒的 可以變成四個位 非常大 我還是選擇不試車 再繼續看看 拜拜